10年前的一場沙士疫症 本港有超過1,700人受到感染 當中299人死亡 沙士過後政府成立沙士基金 向這班受到感染的康復者 發放生活津貼 承諾會照顧他們一生 但是由沙士康復者組成的 香港沙士護助會表示 近年有約30名會員 申請基金時 都以身體機能無失調的理由遭到拒絕 持續這兩三年 陸陸續續多了會員 過往的六七年 頭六七年一路拿到 但是在他們認為 他們身體沒有重大改善的情況下 他們得到結果 就是他們已經沒有機能失調的情況 所以他們感到錯惡和失望 他們憂慮政府改變政策 基金不能持續支援康復者 康復者本身 即使身體機能上 可能是沒有一個重大的障礙或問題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其實有很不少的康復者 都依然面對身體問題 產生或衍生的一些情緒問題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這些情緒問題 影響了他們日常生活 以及影響了他們的工作 或者工作能力 他希望社會調整申請門 以協助康復者 組織將會在下個月 舉行紀念沙士十周年的活動 一方面希望感謝當年 參與抗疫的醫護人員 也不排除會向參加的官員 表達他們的訴求 香港蜂民電視記者李永宇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